快點開箱 怎樣說呢 有點驚訝 因為收到消息的時候 我都覺得要拍三了 二都未上 我想是看一片之後喜歡 我也很開心 又是原班人馬 所以都很難得現在這個大環境 可以繼續這樣開 所以都很感激老闆 可以讓我們有這個機會一起合作 這次完全是原班人馬 但全部的角色不一樣 是另一個故事 這次我上次和德濱 今次和Bosco 有一些感情線 和Bosco真的合作了很多次 我記得第一天開工已經很默契 雖然隔了很久沒有合作 但都很快就上手 所以都是和舊拍檔一起 比較開心 也沒有想過這麼快可以一起合作 沒有 可能家族和她沒有那麼熟 尤其是男生 我和她差不多一起長大 一起長大 一起成長 所以我又不覺得她很好笑 我想大家熟的程度 什麼都可以說 我想是說家裡的東西多些 我們私底下 即是家庭那些東西 雖然她未成家立室 但我都催她的 我希望等她好消息 哎呀 你不要聽她說這些 經常說找人介紹 其實她不知排隊排到不知哪裏 如果要的話 我想是她本身的日 想不想 大家不用看她擔心 我發覺她還黏了我 可能不知是否久沒有見 她會覺得是否你又上班 她知道我上班 但好像給我在家的時間 她會做黏一點 我想是這樣的 知道你會走 就想刺你多些 剛才我出門口之前 她就爆大喊 媽媽 平時她都不會這樣 我想是因為 小朋友好像有 掌握一點點 對 所以OK 反正 很快拍完 就可以和她一起 度過暑假 因為暑假之後她要上學 對她的工作 我有預算 不過是第一天 要開工 真的要通宵 是有一點點不習慣的 因為真的很久沒有試過通宵 有了小朋友之後 作業式比較穩定些 第一天開工 我記得已經要 拍到通宵三四點 我覺得很辛苦 原來拍通宵 對我來說是比較困難 對我來說 是這方面 其他都OK的